嗨 大家好 我是喜恩 欢迎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Channel呢 欢迎你按下面的订阅 然后把小铃铛打开 不要忘记分享给你爱唱歌的朋友咯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练习关于痰唇 痰唇其实它不只是帮我们放松我们的脸部 跟喉头喉咙这边的肌肉之外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练习怎么样来平衡气息 当我们在痰唇的时候呢 我会鼓励用手来帮助 因为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要 大量的吐气 而是只是要让气息是平衡的 然后让我们的嘴唇呢平均的震动 平均的震动 所以呢把你的手拿出来 放在你的嘴角下面 然后稍微宽一点不要放到下面 宽一点点 然后呢往上嘟 轻轻的 不要往旁边 也不要往里面好吗 这样你不要把我痛哭 轻轻的就好了 放在嘴角下面对不对 往外一点点 然后轻轻的往上嘟 可以先不发出声音没关系 然后呢开始能够 你们会发现我的声音呢是很平均的 刚刚气声你们可能听不太清楚 我发出 不会是 无法控制 当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双唇 平均的震动的话 代表你的气息忽大忽小 这样呢它也会影响你的歌唱 忽大忽小 所以呢当我们在练习弹唇的时候 第一个请大家不要 你这样子气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全部都倾倒出去了 所以不要 好不好 稍微 温柔一点 轻一点 小了一点 这样不OK好不好 练长音的时候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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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 没有要你憋气 所以不要憋气 你憋气呢 你反而到后面会很喘 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把 你的呼吸呢做一个对的调节 它就会一下子出来很多 就会变成 或者很小 你就没有办法震动到你的双唇 有些人会说 没有办法弹唇怎么办 通常呢没有办法弹唇都是因为我们的嘴巴 没有放松 就好像我们的声带一样 弹唇练习只是让我们的双唇代替我们的声带 可以做震动 那有些人的双唇会变这样 你有看到我的动作吗 当我这样 我的双唇已经处于紧张的状态 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 被弹唇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呢才需要双手帮忙 以一个轻松的状态 不需要用力 放松 OK 接下来呢 简单的练习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喔 倒闹 中文字幕录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上我从低音到高音的时候 我都没有让我的声音变得很大 很用力 低音到高音维持一样的力度 一样的气流 一样的大小声 所以我身体当中的用力呢 也不会特别的大特别用力 也不会因为高音了我就要用我的气 不会特别的用力 所以呢 维持你的气息 这个就是弹唇的基本训练 好吗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在歌唱的技巧上面有一些小小的突破哦 不要忘记在下面的影片呢 留下你练习的心得 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记得帮我把影片按赞 下次见啰 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